刘冬香 冬是东西南北的冬 香是香味的香 什么时候死他 2014年去世的 刘冬香是吧 对 刘冬香 个子不高 对 头发往后梳的 对 眼睛不大 对 他阿修罗道 你还要把它念念的话 还能上去一点 再念多少张小房子 大概要念86张 86张 嗯 他现在跟我说他活着的时候很苦 对 他没想到你们小孩子的福 没有 我看到家里我的妈妈已经走了 现在知道就好了 我告诉你了 你们现在哭了 你也是个陶寨鬼 我告诉你 这是他告诉我的 对 他说你现在唯一的方法 就是帮他好好超度上去 好不好 好的 否则的话他不会饶你 他现在经常让你有一个腿很疼 对我的右腿 我的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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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知道了吧 右腿了 你好好求求他了 我的右腿 膝盖走路都很痛 我告诉你就是他 给你点颜色看看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了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要问一个我想要个孩子 看看能不能有孩子 我结婚五年 几几年呢 你是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是1970年 结婚五年 我看看啊 70年数什么的 数狗的 数狗的 看到了 你想要个孩子 你流产过的 对 鼓掌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啊 不当心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在结婚之后 有一段时间 不想要孩子 对对对 鼓掌 所以全部都看得到 所以你们要记住了 不想要孩子 不想想要孩子 过了这个时间 这孩子就不给你了 听得懂吗 他有其他的缘分 他到其他地方去投胎了 明白吗 现在 你现在几岁了 你还要孩子啊 我现在这个老公 他没有结过婚 他没有 没有过孩子 你几岁了 你老公跟有什么关系啊 你几岁 人家70岁 男人都能是个孩子 我问题主要是 你几岁了 我47了 47了 你还生孩子啊 你不开玩笑吗 你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47岁你还帮他生孩子 哎呦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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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了 不行了 嗯 47岁你如果真的生的话 你会很伤身体的 你命更当中 本来还应该有个女儿 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 我现在很纠结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说 算了不要了 随缘吧 随缘了 她如果真的是为了一个孩子 不要你了 那她到底是来跟你结婚 还是要一个跟孩子啊 不是这样的 要爱你们就爱你 算了 现在说是去做一个试管婴儿 后来接触心灵法门以后 就没有去做 嗯 你要生的话 你会很麻烦的 好吧 我告诉你两点你就知道了 你的子宫肌瘤 你的 对对有一个 嗯 所以你要生的话非常痛苦 好了 就跟你讲到这里了 明白吧 对我想问一下 我的车打胎的孩子 还需要看看走了没有 你念了几张小房子啊 念了几张啊 我接触心灵法门时间还不常念的不多 哦 还需要念多少张 那你没念怎么会走呢 方 看了还行 你打胎倒是打掉个儿子了 对是 啊 你看了吧 台长看得准吗 哎 现在知道了吗 你给他给他超度还没走掉呢 36张小房子 哦 再念36张 放多少条鱼 什么 放多少条鱼 放鱼倒不多呀 200条就可以了 哦 200条 好吧 你很小气的 嗯 你放 放生都不大肯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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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这个老公 结婚之前啊 有婚姻的 对 我是离婚的 二婚 啊 所以你们再让我看下去 我什么都看到 啊 啊 你前面跟那个老公离婚的时候 搞得太僵了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搞得太僵 听得懂吗 白白嘛就白白 可可气气嘛 对不对 对 好了 我想问一下 师傅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是出生的时候 我这两个名字 我现在就是很纠结 我有时候魂魄不起 我看让你帮我选一个名字 你声闻呀 声闻 声闻 你声闻 比方说你选定哪个名字 你就声闻 声闻就是把它写上去 我们门口那个咨询处 应该有声闻表格的 你就说菩萨就在天什么 我某某某原名 谁谁 几几年出生的 现在我改名什么什么 到时候 诸天 隆天护法什么 天上菩萨 或者护法神什么 知道 我们专门有个表格的 一烧烧下去之后 好 天上知道 地下知道 你这个名字就改了 听得懂吗 我有两个名字 能帮我选一个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出生的时候 叫张献红 现代的献红 颜色是红 还有一个 后来叫了 有二十来年 后来又叫了 一个张静 安静的静 就叫张静啊 这两个名字 看我叫哪一个 比较好 比较合适 你当然三个名字 做得住啊 两个名字 都做不住的 所以两个名字的人 晚年都不是太好 因为他的前运 主运和后运 三个都不一样的 所以两个名字的人 到了晚年都不是太好 三个名字 比较做得住 你当然叫张那个静红 张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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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张献红也不是太好 现在是现代的献 张献红啊 哎 这个名字不改了 你自己找人去改吧 好吧 你反正选到名字之后 你要升文 好不好 这个名字不用改了哈 张静的两个字 年轻的时候好 到了晚年就不好了 好 帮我看一下图腾的颜色吗 好吧师傅 你属什么 我属狗70年的 白狗 白狗 嗯 你多穿点白的 好 你生出来就很白 嗯 你像这个图腾白的 如果你去interview 去面试 去跟人家做生意 谈事情 穿的白白的 会本性出来 会非常漂亮 人家会很喜欢你的 很多人很傻的 去interview 去面试的时候 明明他的图腾是黑的 他穿的白白的 结果人家老伴 怎么看他都难受 就你们都不懂的 好吧 你是白的 好 师傅帮我看一下 我家佛台可以吗 最后了 不能再看了 好的好的 夹到蛮大的 是 两层 看到了 但是楼上不大 楼上就几个睡房 是 下面一个客厅还蛮好 还有个吊灯 对对对 对 沙发 旧了一点 嗯 嗯 嗯 其他都没什么 蛮好的 嗯 我这个 有一个鱼缸放的位置 可以吗 师傅 帮我看一下 记住了 进门 右手边 嗯 这个地方 嗯 是对对对 对对对 鱼经常死掉 会好的 不要让鱼死掉 养六条就可以了 我来的时候是刚养上的 刚养上的 经常死掉 听得懂吗 靠右手边进去 边上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叫风水位 它可以养六条鱼 家里会生意好一点 但是记住了 最好的方法是供佛台 只要好好供观世音菩萨 比养鱼 哎呀 养鱼能跟菩萨比吗 对 你看我的佛台怎么样 佛台还可以啊 你还供了个天官的 好像财神一样的 没有 没有供天官 左面 面对佛台的左面 供了一个什么 佛台左边 面对的佛台的左面 有没有什么符咒啊 或者一个纸条啊 左边 没有 还没有呢 有没有什么 一个花瓶啊 没有佛台上就是供佛山 观世音的四位菩萨 还有 左面 左面一个是什么 左面没有 嗯 有一个 黑黑的灵性 哦 有个灵性 那个我看不见 你赶快把它念掉 17个 你看见你就叫 卢台长了 那个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给的 17张啊 17张 好吗 好的好的 我告诉你啊 不要太凶啊 你这个一辈子就太凶啊 你晚年会得忧郁症的 是 我脾气不好 非常不好 明白了吗 不能脾气不好 脾气要好 好了 下去吧 好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主委菩萨 感恩卢俊峰台长 好感恩